历史中世纪以来人们所公认的是托罗密的理论 地球距中央不断日夜形成都温柔着地球运行 而推翻这一理论的是哥白尼 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 他年轻的时候旅居意大利 结束了文艺复兴的熏陶 他对天文学深感兴趣 知识不倦地从事天文学研究 哥白尼很早就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 而地球则做双重运动 即每天自转一周 或每年绕太阳公转 但哥白尼迟迟迟不肯公开发表 他终于在他的著作《天地运行论》中公开了这一理论 但这部理论在他逝世那一年才出版 哥白尼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教会的震动 甚至新教路德中和加尔文也起来反对他 在哥白尼逝世后 也要感兴趣味道 帮助派 大家一边